欠款6000万,法院,李永宏无财产可执行,限制出境在因3200万欧元债务到期,而失去AC米兰足球俱乐部后,本月湖北京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,李永宏及其盟友借款6000万人民币无法偿还,也无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,车辆登记信息,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,并发出限制消费令,实施信用成绩, 对具有香港居民身份的李永宏无联谋,限制出入境,并扣留护照,湖北京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执行财定书,被执行人为李永宏无联谋,浙江第五纪和广东狮子会等,法院表示,李永宏等人名下,无可供执行的银行存款,甚至没有车辆登记信息,原告湖北京酒投资有限公司表示, 李永宏及其盟友曾借款6000万人民币,违约金1200万人民币,至今未做偿还,法院表示,李永宏及其盟友等人,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, 并发出限制消费令,实施信用惩戒,对具有香港居民身份的李永宏无联谋,限制出入境,并扣留护照,经调查,原告金酒投资原是李永宏合作伙伴,其实际控制人先言,曾登上全国第二批资本市场老赖名单, 如今更是因操纵多轮股份,前老板是李永宏,被证监会终身进入,面临牢狱之灾,李永宏盟友,被告无联谋系上市公司凯瑞德控制人, 他持有的股票已质押,且多次被其他法院冻结,经文是终极人民法院无法,再对其处置,支贷排队等待, 2014年,无联谋上榜全国老赖名单,据悉其赖账行为一直在增加,2012年,李永宏收到上交所谴责,被证监会罚款60万元,耐人寻味的是, 2014年本案案发,李永宏无力长展,他却第一次因为AC米兰适宜飞往意大利,两年后,李永宏就成立罗斯内里体育投资管理公司, 不久便集资7.4亿欧元收购了AC米兰99.93%的股权,据悉,李永宏过去两年像意大利方面,供支付了2亿欧元, 但在国内收紧海外投资金融管控政策后,大批国内企业资金出境通道断绝, 李永宏面临美国埃利奥特对冲击金3.03亿欧元,年利息9.8%的追债威胁, 今年7月,李永宏因为无法按期偿还,埃利奥特3200万美元,最终丢掉了AC米兰的控制权, 俱乐部被美国人接管,最尴尬的是,一枚表示李永宏入主米兰之前, 红黑军团一年从中国能获得9000万欧元的收入,这个数字在去年却只有60.6万欧元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